Hello, 你好, 我是 Ivan Sir 我今天就介紹一個最近很熱門的舊作勞士系列 就是 Day Day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加入我的Facebook的新群組 Ivan Sir Say Lo 這個Day Day的款式 我這裡準備了四款不同的Generation 給大家認識 第一代就是六十年代初開始 盛行的103系列的Day Day 這個十一基黃金的頭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個交面的款式 十二字位的V-Day calendar 以及基本的日曆 當時推出這個Day Day有幾個不同的貴金屬 最基本的當然是黃金 亦有紅金和白金 以及如果它有一些貴金屬 用到Pattinum的話 它還有一個特別型號 叫做104的 有一個觸白的鑽石圈 103的款式 除了去開始五十年代中期 出一些比較短命的 我們叫做6510、6210那些 因為它用了最舊的肌肉 1055 容易壞 很需要改善 直到這個六十年代 出了這個103的款式之後 它用了一個新發明的肌肉 我們叫做1555 當時來說 最基本的顏色 這一代的Day Day 都是香檳金 或者是銀色的 其他有一些不同的顏色的面 甚至是早期的Gill Dial 或者是補石面 我之後再有機會 再逐一介紹給大家 說回這個標 肌肉叫做1555 直到這個六十年代中期 就改善了1556 甚至去到這個七二年之後 這個肌肉就有了這個 叫Monting Function Hacking 金錶背面的腳的位置 都有一個所謂的 妹頭的engraving 好像這個這樣 看到有三個 有一個叫做女王頭 18K這個英文數字的engraving 還有就是有一個叫天平的 這些三個妹頭 這個是這個型號裏面 比較中後期的 所以會有三個妹頭 有些早期的 好像是去到這個六十年代初那些 其實就只有一個妹頭 好像這個 看到只有一個女王頭 如果是到這個標之後 即是六幾年 去到這個七十年代 即是這個標 大概七五年左右之前 都是兩個妹頭 就是18K加這個女王頭 新的一代的Date 就在七七年就誕生了 這個型號就叫做18038 最大的特點就是 外貌上它已經不同了 因為它用了藍寶石的水晶玻璃 用了一個新的肌肉 這個肌肉叫3055 是第一代的Quickset Date的肌肉 主要的分別就是它可以 獨立快教的日力 帶方面會比較重 有一個可以調教它的長度 因為有螺絲的帶甲 方便大家較長較短 它出的時間 就由七七年七八年開始 去到八十年代後期 很特別的 它隨著它的年份 大家會看到有些奇數 它的標是特別大隻的 殼是特別粗腳 很重的 這個就是比較後期的 去到九十年代 腳又開始秒跳 八十年代出的Date Date款式 其實是當時的標面 有不同的選擇 五花八門的 Stella也有 有寶石面也有 或者是有普通的放射的 顏色黑面、藍面都有 選擇都頗多 如果大家在市面看到 其實這個型號 是有最多的 不同字面的配搭 在外面市場看到的 八十年代尾 我們推出這個 Double Quickset的Date Date 就是這個型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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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外形上 和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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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改變著更加 新的 效能 very qualified 匹 基本上都是28008cbps finite 型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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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舊款 18238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在殼設計上,腳用了光芯的設計 也沒有那麼介手,不是起砂 還有總筒帶的打磨也是多了光芯的位置 你看到整條帶都是光芯的 金的重量上是比較重的,因為這條金帶是比較實心的 可以看回這個建築,基本上外形是蠻不同的 但實際上功能上是一模一樣 鶴的Hallmark,即Engraving有三個 九頭,18K和天秤 香港來說,這些金錶炒的時間比較熱次 近幾年的試,但其實在國內或外國市場都很喜歡金錶 或者東南亞,過去這兩三年也是炒高了不少 我經常都說,這些金錶炒落後 以及有升值的潛能 說回這些最基本的金錶的款式 當然,183K是最划算的 就像這隻金錶的頭,在幾年前都是3-4萬元 但現在都去到5-6萬元 當然要看錶的狀態 如果是金錶面特別的 或者是一個殼沒有磨過的話 我相信市場上賣到6-7萬元以上 絕對都不出奇 如果有帶的話,就要看帶的狀態 如果是很挺直的話 那條帶液價值會高很多 如果這條帶這麼漂亮的話 這條帶我相信是5萬元 都不太容易讓你找到 其實18038和18238市場的價值上 已經是大家很接近的 單推是便宜過雙推的 有出世子的話 13-4萬元 就去到15-6萬元不等的 當然如果它跟著那個字面是很特別的 或者是顏色或者是補石的話 那些是另作別論的 到這個2000年這個款式 當然是更貴近代的 因為它都會看回市場定價來決定二手價 這個標的價值 譬如有紙的話 就十美去到二十多萬元都有 如果大家都很有興趣的話 我之後會多說一些不同的 錶面的款式 或者是補石面給大家認識